各位聽眾你好 過去兩年是香港人離散之年 剛剛是BNO簽證推出兩週年 追新聞和教育平台Crew合辦了一個民調 意想不到的是過半數受訪者 有460人願意留言分享感受 當中有265人願意做更深入的訪談 追新聞在秋仰訪問BNO港人中 有住在曼城的隱蔽單親母親 因為語言不通被罰了兩次市政稅 並一個都是移民曼城的放射科醫生 去農場打工為了有牙齒頭有住宿 之後跨過重重困難終於在英國執業 也有為了升大學的兒子 辛苦籌了20多萬元國際學生學費的父母 在淺述BNO港人 走過風風雨雨的故事之前 先借用這句 大家先不要去judge 作為開場白 因為每一個來英國的人 都有不同背景 不同的原因要離開香港 他們都有不為人知的辛酸 他們雖然在不同國度 但望的都是同一個天空 依然深在香港 第一位要介紹的是李女士 五十幾歲 在22年3月去到英國 落腳點是曼城 她是一個不懂英文的單親媽媽 她的女兒剛剛在城大讀完工程學系 為了她的前途 偽然帶著女兒來英國生活 李女士在英國 從來沒有參加過港人活動 也不知道英國政府歡迎港人計劃 日常的生活主要靠女兒 而有工程學位的女兒 來到英國都行接不到專業 只能夠在賭場做兼職 李女士考慮曼城 覺得那裡的生活成本低些 不過有次遲交市政府稅 被罰90磅 再不交就再罰75磅 又因為以BNO簽證居留的香港人 不可以申請公共資源 他們也沒有資格 因為低收入而申請交一半稅 市政府又不停地吹交錢 令李女士好像跌落深淵 她覺得很無奈 在英國找工作困難重重 她的學歷只有中學程度 英語能力不足 心想來到之後 找到工廠工 有工開就會認識到人 但沒想到 沒工開 有一個人都不認識 李女士過往 在香港醫院做外判工 每天過的是上班下班的規律日子 在英國她要不偷在家 要不去超市買東西 見到香港人都是點頭 個圈子小到沒得再小 如果在英國再找不到工作 李女士認為自己沒可能留得低 在黎曼城下腳之前 李女士已經給了一年租金 如果再找不到工作 就連生活費都負擔不起 她曾經想過 放下個女兒在英國 讓她自己申請BNO簽證 自己先回香港 但個女兒說如果她走了 剩下她自己一個 留在這裡又做什麼呢? 現在一年租約剩下不夠三個月 李女士看著幾十箱 還未拆的紙皮箱 彷徨想著又要搬屋的日子 說了一句 現實的確很殘忍 第二個個案是Victor 四十幾歲 在香港一家公立醫院放射科醫生 Victor形容自己 來到是白紙一張 沒有專業執照 沒有親戚 沒有工作 租不到屋 開不到銀行戶口 方向不知 扣職了一百份工 只有五份工有面試 四次面試失敗 地產經紀打電話給她 她說的英文口音 Victor一句都聽不到 她自問是一個樂觀正面的人 都很積極找支援 但是頭頭碰著黑 她說因為當時疫情lockdown 找A准約見業主 但全部預約都取消 或者延遲 想讀英文又開不到班 來到都是靠自己 摸著石頭過河 Victor還說 香港醫學會 因為疫情休息四五個月 來英國之前 還沒拿到證明 她只好參加義工打法時間 Victor覺得來到 沒理由天天困在家 她見過補習社 農場工 有些工好像貨倉那樣 但是自問因為體力所限做不到 終於由農場肯聘用她 她說在農場打工一個月 動物都挺有趣 但要在攝氏零度 朝早六點起床工作 都很辛苦 都算是一種體驗 一直到二二年一月 Victor 終於守得雲開 收到香港醫學會發出的證明後 在英國醫學總委員會 成功註冊專科醫生 也開始收讀 公共服務口譯文憑課程 同年五月 她在曼城一間 遠程放射公司 擔任兼職專科醫生 同時得到NHS 北部護理聯盟 聘用為永久兼職顧問醫生 目前 Victor 做兩份兼職醫生 每星期工作33小時 變相能夠騰出其他時間 平衡生活 在過去一年半的經歷 令Victor 在新的一年有所感悟 他以前在香港的工時很長 醫管局每星期 至少要做50至60小時 工作太忙 私人事兼顧不到 現在終於清楚 要好好地過每一天 每一天盡量做有意義的事 第三個個案 是化名的陳小姐 50多歲 落腳點在Coventry 在二一年六月去到英國 陳小姐說 不是每個港人家庭 都可以賣了物業圖片 帶著幾百萬 甚至千萬資金去英國定居 陳小姐以前賣了物業之後 超過十年一直都上不到車 剛剛遇到香港政治動盪 就和丈夫帶著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兒子 來到英國尋找新生活 他的兒子又嚴重讀寫障礙 但都很努力讀書 成績幾好 還有大學預先給offer他 可惜最大的問題 是他們沒錢給他讀國際學生學費 每年給二十多萬 現在可能要問親戚 借錢交了第一年學費先 不想浪費了那麼好的機會 陳小姐耿煙地說 他們什麼方法都有想 又問過大學 會不會有獎學金或助學金 他讀過一科 一年要學費24000英鎊 暫時只有3000磅津貼 給到第一年 就沒錢給第二年 或到時申請Gap Year 可能會有人質疑陳小姐 誰叫你帶兒子來英國讀書? 但相比在香港 這裡多了的是自由思想 學生可以暢所欲言 講政治和民生 不用擔心會被洗腦 而且對有特殊需要的學生 有充足的支援 陳小姐說他的兒子 在香港的成績很差 因為學校不體諒他的情況 令他的兒子沒了信心 故此陳小姐忽然幫他轉校 不過換來一句 媽咪 那個世界是沒得變 去哪家讀都一樣 在那一刻 令陳小姐好心痛 為何那麼小的生命 對世界沒了憧憬 因此他下定決心轉去新學校 重現他的兒子對世界的希望 幸好新學校的老師好和善 令他的兒子有信心走下去 到現在他已經長大了 亦都準備入大學 陳小姐說只是希望 英國政府給香港學生 貸款讀書 舒緩然微之急 今天三個個案分享完畢 多謝收聽 三、一、二、三、二、三、八 三、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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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